这是一个莫子 但是他不正常 你正经人玩莫子 谁带逞技啊 可是谁又能想到蓝刀莫子 不但伤害和坦度兼备 成型还奥奥款 这强度高的离谱 就在前两天 打野刀的改版突然上线了正式服 当彦祖们还在讨论 打野刀的改动对打野的影响时 咱们的莫子已经赢麻了 看好了 这是常规的六神装莫子 法强一千七 他的一发二十分打满 伤害是三千七百零二 而这是蓝刀莫子 法强仅有六百二 还不到神装莫子的一个零头 但同样的一发二技能打满 伤害是三千八百四十一 看到没有 蓝刀莫子装备更少 伤害反而更高 为什么呢 因为蓝刀的伤害 可以和面具兵杖的伤害 循环一加出发 因此一把蓝刀 他对莫子的伤害提升 可以顶一本闲者 和一个帽子已经回响 一剑更比三剑强 这就是朱老师 我最新发现的蓝刀莫子玩法 专业教学 仅供参考 该玩法可以打野 可以对抗 也可以玩辅助 可以玩中路 除了不能当射手 去哪都行 但是进游戏以前 有个细节要说一下 因为莫子的二技能 需要长按瞄准 大招也一样 需要长按大范围 所以他进入实战以前 最好调整一下操作设置 大伙打开设置按钮 把长按显示描述关闭掉 这样莫子才不会卡技能 同时大招的范围 也放得更加精确 操作才会更加丝滑 那该玩法有三大核心优势 第一是成心快 蓝刀一把顶三件神装 咱们可以用更便宜的装备 打更高的伤害 因此无需到后期 咱们莫子的二技能 就能打的对手痛不欲生 第二点是顺风无解 要知道咱们带的是成绩 一旦几方建立了一些优势 那咱们顺势就能反野了 雪球滚得二快 成心还快 手还长 伤害还高 无论是压塔 打消耗还是开团 蓝刀莫子是都强都赖皮 第三个隐蔽性强 蓝刀莫子的一番二技能 他有一半以上的伤害是靠着烧的 所以哪怕你二技能放的不准 没打中 但只要对面初心大意 才能砸那个圈 那么只要蹭一下 就是一两千的绝哦 而且绝大部分人 面对莫子的二技能他会躲 可面对莫子的那个圈 他就不一定会了 所以很多时候啊 汤的伤害比直接打的更高 连上这一把数据不咋地 但是我伤害高啊 伤害比实际上的伸手还高 所以可想而知 咱们二技能留下的那个圈 伤害有多高 打伤害的隐蔽性又有多强 那有的任主会说了 朱老师你吹得这么狠 这玩法就没有缺点了吗 哎 你要我说 这玩法就没有缺点 但你要我摸着良心说 这玩法的缺点还是有一个 就是带了成绩 你难免会上头过去反野嘛 我反正忍不住 我要去反野 而咱们没得闪现 一旦被针对了 那很有可能前妻就被抓崩了 来不住 这玩法就能留下来 我以为你会让我 也不如你 我以为你